各位,伊朗就給美國快要上任的新總統的一個月限期 在2月21日之前 如果美國不將對伊朗的制裁取消的話 伊朗就會將聯合國的監獄委員會的人踢走 不可以留在伊朗 然後他隨時會將油的提煉濃度提升到90% 我已經知道因為美國第一 單方面退出伊朗的限核條約 重新對伊朗採取了制裁行動 第二,加上伊朗的核子之父被人在12月暗殺了 因此伊朗就已經將提煉油的濃度上升到20% 一般來說,商業用途就有3、4%已經足夠了 提升到20% 但當然離開軍用的80%、90%還差很遠的距離 現在就給一個月時間給新總統 如果你是能夠取消禁運的話 限制的話 我就回來 可以隨時降低我們有濃度的提煉 如果你不聽的話 我唯有自己就開始弄核武器了 這個對世界不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我們知道核彈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武器 我們不希望有任何國家會使用的 因此製造出來其實只有擺字 但當然擺怎麼都要做呢 因為是作用的 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夠遵守世界的協議 不要用戰爭解決問題的話 其實武器是不需要的 但很可惜這個世界上就沒有那麼理想 所以國家要保護自己 無論如何都要有一個軍事的設施 而只是希望通過限制 例如化學武器、核彈之類 使到就算發生軍事衝突 那個影響最少 這個例子可以我們從 就是那些禁軍備的國家 和不禁軍備國家的死亡 都看到的 在美國就完全是市民可以擁有槍械 因此他們每年死於槍傷的人數是非常之多 數以萬計 而在一些 譬如澳洲這裏 是限制擁有槍械的 我們如果有人有需要 譬如是因為運動原因 因為暴力原因 你可以拿到槍牌 但槍牌就有嚴格的規定 因此我們這裏 槍擊事件甚少 比例上很少 亦都因為澳洲人口很少 一年聽不到一單兩單 所以非常少 但在美國差不多每天都有 每天幾單都有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用這個同一個邏輯 用在國際之間一樣 如果大家都擁有很大量武器的話 發生武裝衝突的機會大很多 如果大家都沒有武器的話 用拳頭不充足多久 所以就可以把暴力成績降低 因此我當然贊成全世界 把所有核武器 和化學武器全部拆除 但這個是太理想了 我知道是不行的 所以下一步就是 已經有了核武器那些 沒有辦法 其他的最好不要擁有 不要擁有他們的安全點 靠有些擁有的幫忙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 孤單洗藥 也都說你是採取一個 不結民的原則的話 就唯有祈求 就是世界和平 自己沒有什麼資源被人搶 會好一點 但是很可惜 如果你資源多的話 自然就受到 一些貪婪的國家的要脅 這個問題我想 遲早世界上應該是解決的 目前來說 伊朗就是要解除對他的禁令 使得他可以和其他國家 可以公平地做交易 因此現在他拿出自己 最大的籌碼出來 如果你不解除這個制裁 我就唯有做核武器 趕走聯合國那些監察人員 看看怎樣 就給一個時間不多 一個月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要做就一個月搞定 不做的話 三年十年都做不到 所以現在就給他一個限期 在2月21日之前 就是剛剛一個月 三下一天 看看怎樣 我當然希望可以對伊朗 解除他的禁運 世界和平 這個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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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